阿 彌 陀 佛 阿 彌 陀 佛 阿 彌 陀 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 彌 陀 佛 阿 彌 佛 阿 彌 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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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迦牟尼佛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六百一十七页 六百一十七页 请看第七页 论诸曰 如虚空者 言南生者虽重 由若无也 这次唐论大师在《网声论》诸解里面 给我们解释什么是虚空 那么这是打个比方 就好像是来的众生 虽然是无量无边 就等于是什么 没来一样 人再多 基督世界他是法信徒 通通都能够容纳 所以他那个国土呢 真的是广大 没有边际 所谓的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基督世界的真实状况 无量寿经 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网声论》 普遍行愿品 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们尽忠了 主修的六部经论 是细说 主讲的 那附带的呢 附在别的经论里面 提到西方净土 至少有两百多部经典 说这么多 目的只有一个 让我们体会 明了 极乐世界是一个 庄严清净 殊胜无比的国度 这个世界 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只有佛最清楚 所谓的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等觉菩萨 都还是 有许多方面呢 不太清楚 它模糊 只有成佛了 才是真正的 搞清楚 下面再讲 言 十方众生 往生者 若已生 若今生 若当生 虽无量无边 必竟常如虚空 广大无济 中无满时 你看到这一段的介绍 就放一万个心 极乐世界的大众 人数再多 绝对不会有一天 饱满的 它那里 显得非常空旷 人再多 并不觉得拥挤 不像我们这个地球 人口一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来了 世纪往生论 庄严量 功德成就 庄严之量 不可献极也 的的确去 那个世界 是没有一点点 限制的 宽广无边 接着下面呢 就总结一下 微妙其力 清净庄严 超于十方 一切世界 地下在解释 微妙其力 清净庄严 妙主 圣妙难思也 基督世界 所有的万物 都显示出 殊胜 微妙 无法想象 下面再解释 什么是微妙 它是 妙中之妙 难思中之 难思也 这种境界 是我们无法 测度 没办法想象 必须要您 身临其境 亲自看到 听到 接触到 感觉到 您才知道 欺乎信德 真的是妙不可言 力是美好光滑 其是不偶 特非常 这个其呢 就是其意 没有能够跟它相比的 它很特别不平常 偶跟那个偶数的偶 相通 其力者 特意 独超之 美妙 与光 华也 的的确确呢 这样一个世界啊 是我们这边众生 从来没有见过的 从来没有听过的 所以我们这边人呢 真的是 无法去想象 无法去 形容它 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在因例当中 考察一切诸佛 刹土之后 把别人所有的 长处 优点 都吸收过来 所以他那个世界 只有优点 没有一点点缺陷 生到那边 我们大家只有进步 不会退转 在那里 阿弥陀佛 还有这些大菩萨 他们都在帮助我们 加持我们 成就我们 使我们进步 非常神速 不知不觉 我们的福报 智慧 德项 能力等等 都恢复到圆满 所以阿弥陀佛 建这个基督世界 他的用意 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离苦得乐 破灭开悟 转返成圣 世尊 在那里 天天教学 没有间断 所以我们在那边 进步非常快 如极乐之地 七宝所成 这个我们在前面 看到过 极乐国土 无论你走到哪儿 都发现到了 他那个材料都是无量的珍宝 太多了 用之不尽 取之不绝 而且那边的珍宝呢 都是自然现前 没有人工呢 采觉 智座 一宝中 有五百色光 这就太稀有了 每一种宝啊 都有五百种颜色的光芒 照耀他 是他自己啊 本身就放光 我们顺便问一下 大家知道太阳有几种光吗 七种 你看 阳光有七种 不同的光在里面 那如果阳光里面有五百种光 你说这种颜色好不好看 非常美妙啊 极光如花 光明呢 像花一样的美 看起来舒服 又像星月 像星星 像月亮 这么样的光明 所以啊 称他为奇力 清静庄严 说他清静 他是离开了染污 讲他庄严 他是具足了一切万得 再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个舒服世界 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清静庄严 我们这里只有什么 染污 烦恼 稍稍有一点点珍贵的东西啊 人人都想占为己用 都想去控制他 掠夺他 这都是在造三土业 所以我们晓得两个世界啊 差异这么大 就应该呢 要把这个舒服世界 真正放下 这边呢 众生因为迷惑颠倒 时时都在造恶严 你也不觉 将来受的苦呢 非常非常难受 当他在受苦的时候 他又在找新的恶严 所谓的苦上嫁苦 下面还是谈论大师啊 所讲的 论著约 从菩萨智慧 清静业齐 庄严佛事 以法性入清静相 这是把极乐世界啊 他为什么 这么样的庄严 原因给我们指出来了 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样的着恶 是因为大家 迷惑颠倒 造作善恶业而起现性的 所以讲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佛法讲得最清楚 科学家 哲学家 都在探讨宇宙的源起 现在科学家 总算是告诉我们一个 宇宙的秘密 物质 根本就不存在 它是怎么回事呢 是念头的波动现象 这个波动的速度非常快 刚刚才起 马上就消灭 其实这种现象 佛在乐人经上 在三千年前就已经讲过了 师尊讲 当处出生 谁处灭金 那物质是从念头来的 我们接着在问呢 那念头从何而来 佛告诉我们 念头是从业而来的 业是什么呢 业是一念不绝 这一点科学家还没有发现 所以 念头的现象 是从哪来呢 佛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它是阿里的夜象 阿里的夜象 也称它为无明 或者叫做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无明夜象 哪一天我们不起心不动念 无明就断掉了 断了无明 灵就正得法身 灵就是法身菩萨 不过 这一点呢 是最难断的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呢 都是教我们大家 回归自信 当然 回归自信的方法 肯定离不开 惨定 所以佛法 所走的道路 就是戒定会审许 以戒为手段 以定为枢纽 以开会为终极的目的 假如我们持戒 这个目的啊 是为了将来享受人天的福报 这就大错特错了 这不是真正的佛法 真正佛法 是让我们以后能够大彻大翁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成就我们以后 民心见性的 这么多的法门 一龙缩起来 一百零八个法门 一百零八个法门 再一龙缩 三个法门 决门 正门 静门 禅门 禅宗 信宗 走的是决门 这些人都很厉害 他们是上上根人 大策大悟 民心前性 像混能打失这样的 而正门里面呢 这个就是属于教下 像华言 法华 三论 唯使 都是走这个门 他们是循序渐进 一步步向上提升 第三个是静门 这是修清静心的 像静宗 密宗 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心静则佛土静 相比较一样 这个密宗跟静宗 修学起来 静宗成就的人多 密宗成就的人非常少 禅宗那是要上上根人 密宗要不要上上根人 也都要啊 而静土中好在哪里呢 上上根人可以修 下下根人也可以来学啊 所谓的三根谱匹 立顿全受 你看这个法门多好 所以呢 唐朝时候的静宗二祖 善良大师讲过 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 一个路 他这个修学呢 容易简单 您只要做到三个字 肯定成功 信 愿 信 相信佛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信有极度世界 相信念佛可以到达西方净土 发愿呢 我们真的想去西方净土 行呢 一句弥陀真正念到底 信里面呢 万元都放下 当年偶遇大师 在弥陀经要经里面 也特别强调 他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修成功的 信 愿 持平 你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样的 方便呢 人人可行呢 有余 信者 本 亦 也 这个信呢 就是本体的意思 哲学家讲嘛 宇宙万也的本体 就是自信 宇宙一切万法 都是从法性 佛性 真如 自信 真心 变现出来 其实说这么多名相 都是指的一桩事情 为什么佛讲这么多 不同的名相 就是要去除我们的执着 不要去计较这个名字相 讲的是一桩事情 能生性即净 所生国界 焉能不净 所生的体 是清净的 当然 所现的国土 它也是清净的 说实在的 我们那个娑婆世界 是从哪里来的 它也是自信生的 那为什么现在 不清净 有染污 有生灭呢 这是因为 自信里面掺杂着阿赖耶 被这个阿赖耶 给搅和了 阿赖耶是起心动念 基督世界 它跟我们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 那边的所有佛菩萨 全是用真心 全都是自信 真心自信是不动的 所以我们修订 目的是什么 修订是要接近 我们的真心 那如果心散乱 它就远离了真心 试问 六道凡夫 哪一个人心不散乱呢 比我们功夫好的 在四圣法界里面这些圣人 他的心呢 就清净多了 但是呢 还不是纯净呢 那六道呢 是严重的染污 这个染污呢 是执着 分别 起心动念 而四圣法界里面 圣人呢 他们的染污 是分别 是起心动念 这就比我们轻很多 他们必须要 放下这些 恢复自信 将来以后 才能够成佛 像这些道理啊 佛在大小圣经典里面 说了好多 那为什么 我们看了这么多经典 听了这么多经典 还是功夫不得理 根本原因就在于 习气太重了 烦恼太深了 一遇到 明文立养 那个贪着之心就来了 外面境界稍稍一动 滋滋滋地 就起现行 怎么办呢 佛告诉我们 要天天读经 要天天听经 当然最好 天天讲经 所以佛呢 他就做给我们看 天天教学没有间断 每天讲几个小时呢 他就看得到的 八个小时 那佛其他十六个小时做什么 他也在讲经呢 只是我们一般人呢 见不到 见不到的 我们就不提了 我们只说呢 见得到的 这样子啊 中下根性的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 因安乐国土是清静本性之所庄严成就也 可惜的是啊 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清静本性 迷失掉了 他变成什么 变成阿勒耶 哎 那等我们这辈子到达基督世界 我们的阿勒耶呢 他又恢复到清静本性 阿勒耶不见了 转八十 至乘思智 谁帮我们做到这一点 是阿弥陀佛 所以说阿弥陀佛这个恩德太大太大了 他用无尽的威神功德运力 加持我们 就帮着我们呢 转过来 使我们在基督世界 一下子从凡夫位提升到阿勒耶之菩萨 这是佛给我们的恩惠 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这一句经文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在这么多的佛刹里面 唯独选择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 本经 智心精进第五 法杖比丘 愿做佛实 智慧光明 国土明智 皆闻十方 这个呢 是讲到阿弥陀佛所发的十八大愿 他这些宏愿全都兑现了 明智 是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佛号 他希望 接吻十方 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一切诸佛信量都很大 都来帮阿弥陀佛呢 做这个宣传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本经第二十三品 就看到 一切诸佛都是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所谓的佛佛道同 大家只有一个想法 帮一切众生赶快升到西方净土去 一切佛对阿弥陀佛都非常赞叹 都想成就他 这个大愿 并曰 我历世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证 这个也是第五品所讲的 阿弥陀佛所发的这个愿呢 真的也都实现了 由于法藏菩萨因中发 超胜无数佛国之愿 制作佛识 本其所愿 极致得之 每一个愿都做到了 他这个做是很认真的在做 一丝不苟 非常精进 非常勤奋的去做 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把极乐世界 打造成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度 希望那边的众生 一生到那里 都可以得到最真实无比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世界 的确确说的当然是具足真善美慧 它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国土 不像我们这里 恶居多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 极乐世界是自然成就 是功德成就 是愿力成就 这个愿力呢 不但包括阿弥陀佛的本愿 也有一切诸佛的本愿 所以我们看到极乐世界 真的是越往后面去 越来越殊胜 美好 如光明变照第十二约 本其前世求道 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至做佛实 各自得知 自在所做 不为欲计 这就讲到了 一切诸佛撒土 为什么跟西方净土不一样 因为阿弥陀佛在阴地的时候 他是菩萨身份 他在求道修道 你就发现到 他的愿 他的功德 的确跟一切佛 在阴地的时候不一样 那阴地不同 将来的果报呢 当然就不同 阿弥陀佛书生在那里 他是把一切诸佛的功德 汇集在一块 这一点呢 他不但想到 他还真的做到 所以呢 他自己 明望 超过一切诸佛 他所成就的世界 西方净土 也超过 一切诸佛察土 他发这么大的一个心 是因为 看到众生 太苦太苦 他真的是 于心不忍的 所以他以大慈大悲 以大智慧 来帮助大家 赶快 走到那边去 在极乐世界 我们只看到 有两类的众生 一个是佛 一个就是学生 你在那边看不到别的身份的人 所以那边是一个大道场 那边的环境 庄严无比 我们多次在前面跟大家报告过 天清菩萨所写的往生问 一归纳极乐世界的庄严有二十九种 一报十七种庄严 正报 佛庄严八种 菩萨庄严四种 这把极乐世界的美好 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假如天清菩萨没有去过 这句话他也说不出来 他是亲自去过 所以他把它写出来 给我们看 事故极乐国土 具足庄严 超于十方 一切世界 既然西方基督世界 在所有佛洒里面排名第一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要去基督世界嘛 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当然不会有咯 我们讲选择老师 哪个老师最好 一切祝福公推 阿弥陀佛第一 哪个世界最理想 极乐世界最理想 下面呢有个问答 也蛮重要的 阿难文艺 百事尊严 若比国土 无须弥生 其四天王天 及刀利天 一合而住 当年黄念老 跟师父上 见面的时候呢 曾经跟师父上 讲 这佛经上所讲的 单位世界 不是太阳系 应该是 应该是 银河系 须弥生 是 银河系的 核心 是他的中心 那佛经上所讲的 四天王天 跟刀利天 是 地居天 他们不是住在空中 是在地上 刀利天 在须弥生 天顶 四天王天 是在 须弥生 的 山腰 或者说呢 在银河系的 边缘 那 这个现象 现在天文学家呢 也逐步 观察到 他们对这个银河系 了解的 越来越多 这个也帮我们呢 去体会 经上 佛所说的这个 现象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如果 极乐世界 没有 须弥生 那这个四天王天 跟刀利天 应该住在哪里呢 所以才说嘛 一合而住啊 他怎么样依托呢 这个刀利天 底下解释了 是泛语 翻成中文 是 三十三天 是玉界六天当中的 第二层 在 须弥山的山顶 中央 有一个天城 是 第四 所居 这整个三十三天呢 是个平面的 第四天 就是指的 刀利天主 我们中国人讲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啊 在镇当中 这个当中的位置呢 古人称它为 灵霄宝殿 四方各有八天城 总数为三十三处 中间是 刀利天主 住嘛 另外旁边呢 还有三十二个天城 加起来 就是三十三个天 打个比方啊 刀利天主 在镇当中 这是首都 旁边呢 三十二个城 就类似这个样子 此道利天之诸天 与四天王天 皆一须弥山而住 这是啊 它的结构 现在阿难尊者听佛讲经 知道啊 基督世界没有须弥山 于是呢 他就主动的请教佛 那这个四天王天 跟刀利天 一合而住啊 因为一般嘛 这个佛的 刹土里面状况 有欲界天 有色界天 还有无色界天 可是在极乐世界呢 没有这样的现象 极乐世界是法信徒 那边的众生呢 每个佛菩萨 都是法信生 一切诸佛诈徒 跟阿拉耶 结合在一起 所以就有了实法界 极乐世界呢 没有实法界 其实我们也要明白 阿难尊者在这里所提的问题 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谁啊 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吗 他是 带我们请问 他其实本身 对这个答案呢 很清楚 但是呢 他装作啊 不晓得 明知故问 好 我们看下面 佛是怎么回答的 佛高阿难 夜魔都帅 乃至色物色界 一切诸天 一切诸天 一合而住 阿难白言 不可思议 业力所知 佛呢 在结诸里面 访问着他一下 阿难尊者也反应蛮快的 从阿难尊者这个答复 你就知道吗 他真的清楚啊 下面再来解释了 夜魔 巨明 这个巨明就是全称 叫做须夜魔 欲界天宗第三天 四天王天 及刀利天 一须弥而住 明地居天 所以四天王天跟刀利天 没有离开地面 他们属于地居天 而这个夜魔天开始 往上 都叫做空居天 在三藏法术里面呢 有给我们解释 这个四天王天 是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多吻天王 这四天王呢 居弥山三腰 他们怎么样呢 是因为过去身中 肯修布施 肯持戒 修这两种殊胜的 善业 感得这样一种 好的果报 须夜魔翻成中文叫做十分 或者叫做善分 在佛地论里面讲 夜魔天者为此天随时受乐 故名十分 你看这个世界好不好 人家是随时随地都快乐 所以您到这个夜魔天 您听到大家讲什么话 我好快乐 我好快乐 哪里像我们人间 你听到我好烦 我好烦 我好烦 不一样 那还有比他更好的呢 兜率天 这个兜率翻成中文 有四个意思 上足 这个足就是满足 第二个 妙足 第三 知足 第四 喜足 那个足啊 就是圆满的意思 常言说的好吗 知足常乐 乃欲界第四天 于五欲之乐 生喜足之心 故名喜足 我们这个说佛世界呢 有三个地方是凡圣聚诸的 一个是地球 一个是兜率天内院 一个是五不还天 这个兜率天呢 分内院外院 外院呢 是一般天人的居住的地方 那内院呢 是弥勒菩萨 在那里主持教学 大家可要知道 要升到兜率天 光是外院就不容易啊 不要说内院呢 外院我们要修什么 要修唯心实定啊 太难太难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不要说兜率天 我们上不去 大家试一下 你看你有没有能力 到这一个 伺天往天去 伺天往天 我们至少要修什么 上品实善 伺无量性 这些做不到 天界没分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不求生 天上 我们求什么 升极乐世界 因为升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价值 升天呢 完全靠自己 不一样 底下再解释 色无色界 这个色呢 是指的色界诸天 无色是指 无色界诸天 色界 有初禅三天 梵中天 梵辅天 大梵天 二禅 有三天 少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佛告诉我们哦 我们这个地球 人类的始祖 从哪里来的 是在二禅天的光阴天 祂是我们的人类的祖宗啊 这佛告诉我们呢 您可不要相信达尔文那个话 达尔文说什么 人类的祖先是谁啊 圆侯 这个我们绝对不认同的 为什么 那既然他讲啊 圆侯变成人 那现在圆侯怎么不变了 讲不通嘛 没有道理 三禅天呢 有三天 少禁天 无量禁天 便禁天 四禅 很特别 它有九天 无云天 浮生天 广大 果天 无想天 无凡天 无热天 善见天 善献天 色旧境天 所以你看这个天界很复杂 色旧天 有十八层 那这个 第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 叫做外道天 佛门 佛门里面的三国圣人 阿拉罕 他们是在色节天修行 也就是在这个 第三禅天 第三禅天里面的 五不还天里面修 也就是 刚刚所提到的 无凡天 无热天 善见天 善献天 色旧境天 所以这个地方啊 也是有一般的天人 也有圣人在那里杂居 这是凡圣同居土 无色 是指的无色界诸天 那么这个无色界 有四成天 也就是 空无边触天 时无边触天 无所有触天 非非想触天 皆未居欲界天之上 住于虚空 所以呢 从欲界 夜摸天开始 一直到 无色界天 都是属于什么 空居天 不再依托地面呢 故世尊反问阿难 若无虚迷 天即无有住处者 夜摸以上诸天 住于何所 那这样子 夜摸天以上的天人 他们 住在哪里呢 夜摸天以上的天人 不需要再依赖 须比赛 他们是在空中 悬空而住 当然大家想不想 从今天开始起 我们都住在空中 您不想 你怕掉下来 是不是 怕摔死 天上天人怕不怕呢 他不怕 他不怕 为什么不怕 他有禅定功夫吗 他有福报依托吗 他不会摔下来 我们这边呢 坐飞机都不保险的 所以还是做佛好 做人太苦了 福报太小了 下面是这个答案 阿难达曰 应有不可思议业力 致使诸天依空而住 这就讲了业力了 一般讲业啊 前面还有一个字 是 是业 正在造作的时候 叫做是 做完了 这个结果 就叫做业 所以呢 业是造作的结果 我们造这个业嘛 有这个果报 善的 有恶的 那因呢 有善因 有恶因 业是六道轮回的因 会感得这个果报 绝对不会落空啊 常言说的好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无事不报 只是呢 时尘未到 时尘一到 一切总报 佛法没有 来到中国之前 你看我们这个中国 其实也有圣人啊 有这样类似的高见 大家看一下 《太上改一篇》 就是很好的 一本书 他把这个因果 讲得非常清楚 儒家呢 提倡人意道德 一个人能够懂得 人意道德 他就修于作恶 他不好意思 他有羞耻心 但是呢 如果这个人 一旦没有羞耻之心 他会会作恶呢 他会 所以呢 在现在这个时候 讲到教育 还要加上了英国教育 伦理道德 他不在乎 可是说到英国 他就怕了 怎么讲呢 你造恶啊 你肯定是有恶报的 小心咯 那我们再劝他 如果你发心了 行善 那是有福报的 有功德的 他一听 他就愿意去 行善积德 他就不敢了 造作恶业 所以在我们 现在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大力提倡 四种教育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圣贤教育 下面再解释 这个业是什么 巨色光迹 十三约 这个巨色光迹 是巨色论的注解 它里面讲 造作明业 为身口意之所作明业 我们造的业很多 不外乎三种 生业 口业 异业 这个三业啊 一定要善 一定要清见 这样子好 做三名善业 做恶名恶业 善业有生乐果之利用 恶业有生苦果之利用 顾名业力 这个解释得好 这就告诉我们了 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吗 它是由业力自然而变现出来的 在往深处讲 虽然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这个六道是真的是假的 假的 勇家大师在正道歌里面也告诉我们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我们现在就在六道里面 它是个梦啊 怎么能够把我们大家从梦中唤醒呢 那只有依靠佛法 等我们醒过来 您再找这个六道 您找不到了 就好像什么 您做梦醒了 那梦还有没有 可惜的是 六道里面的众生 不把六道当作是梦啊 我们认为这个六道里面都是真的 都在这个梦境里面呢 天天早夜 弥而不觉 阿罗汉就觉悟了 阿罗汉呢 知道六道轮回是假的 他出去了 他放下 见识烦恼 离开六道 升到四神法界 可是 可是在四神法界 也不圆满了 因为他还有沉沙烦恼 还有无名烦恼 这个还要继续破了 把这个放下 他就升到十包土 那把无名的习气 最后也放下 他就回到长吉光 这才算是什么 学佛真正毕业 称佛了 有不疲赖也 四十六月 这也是属于小圣经典 他讲 不思议业力 虽远必相迁 果报成熟食 求必中难脱 希望希望我们大家把这首祭祭 希望我们大家把这首祭颂背下来 为什么 提醒我们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能够有恶德 如果有恶的因 将来肯定会有恶的果报 所以学佛真人懂得 要跟一切众生广洁善缘 不能够肆无忌惮 有意无意的 再造作新的恶因 常言说的好吗 这是佛家所说的 虽缘消旧业 莫在天心殃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啊 不可以再跟人家结心的怨愁 应该赶快化解 下面是佛的开始 佛遇阿难不思议 如可知也 佛这样子讲 是因为阿难尊者在前面说过 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那个致就是造成的意思 我们晓得极乐世界 是没有虚弥生的 而我们这个施法界里面的六道 这每一个单位世界都有虚弥生 四天往天到那天 住在虚弥生 山顶或者是半山腰 可是夜摩天以上的 就不再依赖虚弥生 而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虚弥生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不可思议业力造成的 所以佛就讲了 不思议业力知不知道呢 下面呢 佛还没等阿难尊者回答 他自己就说了 虚弥生果报不可思议 这个虚就是你们大家 就是我们哪 我们每一个人的果报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 果报者 这个建筑是无量寿经建筑 是丁福报老居师 筑解清朝彭济清老居士 所结教的无量寿经这个本子 他筑解它 里面就解释什么是果报 果报指过去所行善恶 感得之结果与回报 顾名果报 本为一体 佛法到底讲什么 其实大圣经小圣经 都离不开四个字 因缘果报 说四个字 他们本为一体 所以我们现在起心都念 言语造作 那跟将来的果报呢 它是一体的 分不开的 若细区分 则无人今日所欲之境界 由于过去世中 所造业因之结果 是名果 有对应于造业之源 而报者 这就称为呢 报 所以它呢 有因 还有缘 假如只有因没有缘 这个果报啊 不会出现 如果有缘没有因 果报当然也不会显现 所以必须要因缘都具足才行 正可生果之物 这个叫做因 筑其因而促使得果者 这个就叫做缘 这个解释得很详细啊 什么是因 什么是缘 下面再举个例子 譬如米脉之种子 因也 龙肤之耕耘 与雨露之滋润等 这里叫做缘 今年 米脉之成熟 是以去年米脉为种子 故对应于去年之米脉 它就是果 对应于去年之龙肤 与雨露 这个就叫做宝 所以呢 先把果报两个字啊 讲清楚 搞明白 然后呢 我们再观察一下自己 再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尤其是人事环境 这个一定要弄明白啊 弄明白的人是谁呢 完全搞清楚的是谁啊 佛徒 我们现在清楚不清楚啊 说一知半解 那是 那是抬举您啊 实际上我们知道多不多啊 太少太少了 那您想要多知道一点 想全部知道怎么办呢 佛有方法 佛告诉我们呢 要转八十成四智啊 您能够转十成智 那太好了 您就不是凡夫了 您就是佛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清楚呢 一句话 见识 尘杀 无名烦恼 通通都有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对于宇宙的真相 不清不楚 那现在该怎么办 一定要把这些烦恼 通通都放下 通通都断掉 其实烦恼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八万四千烦恼 并不是真的有啊 它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佛凭什么成佛 是不是 那阿鲁汉凭什么能够出六刀呢 那法圣菩萨为什么能够挑出施法界呢 那佛为什么能够回到长级光呢 所以这些烦恼也不是真的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用佛陀所教过我们这些方法理论 放下这些烦恼 要知道 凡谁有相 皆是虚妄 在现前 认认真正的学习佛经 学习祖师大德的诸解 帮我们呢 足不了解 诸法实相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特别重视 修音 特别重视呢 缘 这个缘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机会 现在我们这个机会很好 是遇到净土法门 这个法门殊胜无比 您只要肯修 一定能够成就 底下在解释 什么叫不可思议 他说 超倾离间 非众生思维 欲言之所能及 这是佛在 夜果难思 做的一个结论 众生造业 感受的果报 是一般人呢 无法想象的 思呢 是想象 你想 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意呢 是言说 你怎么去 讨论 也讨论不清楚 关于这个夜阴果报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清楚 你才真正开始清楚 必须要震得原教八地菩萨 他才是真正清楚 那八地以下的菩萨呢 虽然知道 可是呢 并不是很全面 庆幸的是 我们升到基督师基 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 居然也是八地菩萨 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情况 很清楚 对别人状况呢 一目了然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问别人 我到底是什么样夜阴果报呢 不需要 自己已经很清楚了 下面就讲到 心佛难思 众生夜报 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 不可思议 诸佛胜利 诸佛世界 亦不可思议 前面是讲到 我们自己本身的古报 不可思议 那一切众生呢 诸佛刹徒呢 也都是不可思议 这些都是讲的真话了 说真话不太容易懂 但是呢 我们要能够相信 你要能够接受 你只要肯一心支持明后 到最后 懂不懂啊 常言说的好吗 暗和到庙啊 当然那个时候呢 自私喊就通达了嘛 你看海鲜老上在世的时候 他不就说了一句话吗 我 啥都知道 我们不肯老实念佛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我 啥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 哎呀 真实的写照啊 所以应该要向 贤工老上学习 老实念佛 求生进度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这个众生业报 业报是指的业因跟果报 跟前面讲的意思是一样 由于善恶之业因 则遭受苦乐之果报 的的确确啊 众生呢 享福或者是遭灾殃 都跟什么有关系啊 都跟自己造的善业恶业 紧密相连啊 那这个业呢 有供业有别业 这个供业 是跟别人造同样的业 我们大家嘛 过去真正都修五戒十战了 别人也修啊 所以我们都来到人道 可是各自哦 修六度四色法不一样 那每个人福报又不相同了 这是别业 所以哦 我们在人间 所受的这个果报不一样 不能够怨天尤人 不读古书啊 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下面呢 念老家引用宝基经第九十六卷 里面的一段话 这个是阎罗王啊 对那些罪人所说的 他说呢 无有少罪我能加 就说你来到这里啊 我没办法呢 加重你一点罪 当然我呢 也没办法减轻你一点罪 你来到这里 都是业力相赶的 如果颜德王 加罪减罪 那他就犯罪了 他没这个能力 他没这个资格 辱自作罪 今自来 业报自招 无待者 这不是是常义所说的吗 自作 自受啊 所以我们受火报啊 没有人能够代替 我们自己造的业呢 当然要自己去承当啊 别人代替不了啊 下面再举 菩萨菩萨行运品里面 所说的 菩萨自念 我于过去无始结终 有贪嗔痴 发生口意 哎呀 这个其实啊 想象一下 也蛮可怕的 当然菩萨菩萨 他这样说 我们也想象 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也怎么样呢 无量节来 因为内心有贪嗔痴 他就怎么样呢 深夜会造恶业 口夜会造恶业 意业呢 也会造恶业 所以啊 作诸恶业 无量无边 若此恶业 有体相者 竟虚空界 不能容收 这些业 这些恶业 它不是物质现象 我们看不到 摸不到 假如说 他们有这个体相 也就是说 它有体积大小的话 再怎么小 小到像微中子 像极微色 那么小 但是因为量太多了 这么多的恶业呢 连虚空都容纳不下 从我们 从这里我们就明白吗 那个恶业 我们造的太多太多了 非常可怕 作业无边 报必随之啊 所谓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啊 整个六岛轮回 都是我们业力 变现出来的 那自信里面呢 没有这个东西 就好像人住梦一样 梦呢 是意识变现的 真心里面呢 通通都没有 是业力现行 业消了 梦就不见了 六道轮回是一场梦 真正醒过来 您觉悟了 把执着放下 不把这些人事物 放在心上 你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呢 六道就消失了 消失之后 您看到是另外一个法界 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呢 称为清净法界 但是呢 这个法界也不是真的 它还是假的 只是相对于我们六道而言 它是清净 它是真的 六道呢 是有善恶 四圣法界呢 有染静 它们有善恶 它把善恶呢 都放下 所以它比我们六道 要清净得多 那么这个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 方便 有一图 而六道呢 是释迦牟尼佛的 凡圣同居图 如果把 释法界 也放下 那就更好了 您就生的拿了去呢 一整法界 从这我们就明白 整个释法界 是不是真的 假的 是梦 变现出来的 释法界是怎么来的呢 阿勒也变现的 他说我们正在原教出驻菩萨 那太好了 你就转八十乘四肢 这么一转变到释法界 就不见了 您真的就醒悟过来了 转十乘之日嘛 这个当下我们就看到佛的 十报装颜图 十是真实啊 所以呢 在一整法界 你再看回释法界 十法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十法界 有生有灭 一整法界 无生无灭 它只有隐现 那在一整法界里面 有没有这个现象呢 还是有 所谓的 法性生 法性土啊 但是它那里呢 所有的生 所有的土 不生不灭 不变化 这个好 无量寿嘛 在《俱神论》第九卷 也讲到 这也是小盛的经典 上知世尊 无能遮意 以业势力 最强盛固 云 众生业报 不可思议 这个遮就是防止的意思 意呢 就是制止 遏制 遏制 那如果 成佛了 它也没办法改变我们众生的业力啊 佛可不可以啊 没办法 福德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三种的力量是相等的 心是真心 就是真入本心 真心达到极处的 在环境里面称为 苗绝如来 那么众生的业力 跟佛的力量 与自信本具的 功德智慧的力量 是相同的 所以佛呢 没办法救我们 他唯一能够救我们呢 就是把他成佛的方法 理论清清楚楚 告诉我们 把事实真相 说清楚啊 他不但说还做给我们看 我们听着听着 看着看着 您就怎么样呢 您就觉悟了 您觉悟就怎么样呢 就得度了 所以说度众生哦 说句老实话 是谁度谁啊 还是自己度自己啊 那佛呢 佛上呢 这是给我们做个真相缘嘛 真相缘里面 最殊胜的缘就是阿弥陀佛 所有佛他 佛刺里面 最殊胜的佛刺 是西方净土 所以 所以 阿弥陀佛在基督师记 以他无尽的智慧 无尽的慈悲 帮助那里的大众 通通都脱离 事法界 都到达西方净土 到达西方净土之后 继续认真 严格的 来学习 为什么说严格呢 那边的菩萨没有偷懒的现象 不会懈怠 不会退步啊 我们这边修行 会不会退转啊 很容易退转 可是到达基督师之后呢 没有一点点机会 让我们想要懈怠的 不可能 因为阿弥陀佛奖金不中断 所以说呢 众生的这个鼓抱啊 连佛这个势力都没办法改变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自己造的业那个力量太可怕了 这种业力哦 把我们自信本来的能力呢 得能呢 流曲了 所以使我们走偏走歪了 如果我们善用它呢 你就成佛 成菩萨了 如果用错了呢 就堕山土 堕地狱 地狱是山土里面的一个 从这我们就明了 念力不可思议啊 这是现在量子力学家 所讲的话 那既然念头的力量这么强大 我们就应该要想最好的念头 大家看一下大圣经 佛菩萨是最好的榜样 人家起心动念是为谁想的 不为自己啊 都是为一切众生 他们对的一切众生是什么心呢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正觉心 真诚心 我们如果也存这样的心呢 你就身心快乐无比啊 这是我们应该要向佛菩萨学习的地方 这次讲了业力不可思议 下面再说另外一个方面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者 既然大家夜报不可思议 那众生的善根呢 同样也是不可思议 如大吉经约 众生之行不可思议 这个行就是我们的行为 像其心动念 言语 身体的造作 等等 都是属于这个行 范围 众生境界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呢 有顺境 有逆境 那么讲到缘呢 有善缘 有恶缘 讲到境缘 都是什么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那就看您用的是什么心 用的是什么时 用真心 那这个境界就是一正法界 如果用妄心 用识呢 那就是识法界 所以识报状印度 是心献 心生 识法界呢 是心献十遍 这个差别很大 下面再举一个禅宗的公案 有灵济约 如遇使佛祖吗 这是灵济禅师 他问 你想认识佛 认识祖师吗 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直理能听法者便是啊 灵济禅师在说法 我们那个能听的是谁 谁能听 闻嘛 什么叫闻呢 就是闻信闻 那见呢 是见信见 信就是佛 信就是真心 我们大家 本来也是佛啊 那么这段事情呢 灵济禅师 知道 我们凡夫呢 还不晓得 用真心的就是佛 用妄心的就是凡夫 大神经里面 告诉我们 当我们见色闻身的时候 眼睛一睁开 低眼 见 还没有起心动念 那个叫做佛知佛见 这是真心 第二个念头呢 就动了 那就是阿德耶 修行证得佛果 怎么证得的 他能够把第一念 始终保持不变 这就是佛 这句话说的容易 做起来的 你试试看吗 能不能够永远保持那一念 第一个念头 见是真见 是自信见 第二个念头见 起心动念 那是阿德耶的见分见 这不一样了 真跟妄还混合在一起 把我们的脚乱了 菩萨修行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 它就定在一处 定在一念上 念念都是一念 它只有一念 没有第二念 这就叫做成佛 假如说 前念灭 后念生 这个是阿德耶的现象 那样子的学家 所发现的是阿德耶的现象 真如本性 他永远见不到 为什么 因为科学家还想见 他想见就是个妄想 妄的 永远见不到真的 他只能够见到妄 见不到真 哪一天他不想了 就能够见到了 这时候真呢 自然就先见 所以佛经上说嘛 去妄便见真啊 因此我们大家不可以怎么样的 有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就啥的也 就见妄 就见不到真 这个对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所以世尊在大圣经里面讲过 这个话讲了很多啊 他说呢 用第六意识 这个第六意识呢 是妄心 里面的一个 他的能力呢 非常强大 八十五十一心所里面 圆外面境界力量最大的 就是第六意识 他具足了五十一心所 心所是心理作用 他一样都不缺 他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 对内能够圆到阿勒耶的三细相 也就是夜相 转向 经济相 对经济相呢 他清楚 但是呢 他就是圆不到什么 圆不到自信 怎么才能够知道自信的样子呢 佛告诉我们 把第六识 第七识转过来 这法相为师说得好啊 六七阴上转 五八果上转 换句话说 不要再分别 不要再执着 你能够做到不分别 也不执着 自然的 前五识跟第八识阿勒耶 他自动的就转过来了 我们为什么听了这个话 还是体会不到呢 没转过来啊 对不对 还是在用第六识 第七识 用习惯呢 所以我们是谁呢 反复 那一旦转过来呢 您当下便是佛 常言说得好吗 立地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其实成佛快不快啊 快啊 这讲上上个人 他一听 他马上就放下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学过这么多 这么多声这么多事 还不能够成佛呢 还是没放下 所以这里呢 灵机禅师啊 跟我们说啊 执你能听法的便是啊 所以佛在哪里呢 我们大家就是佛啊 我们能听的是自信 能闻的呢 也是自信 能看的呢 都是自信 能够嗅的呢 还是自信 都离不开自信 现在还是禅师讲的 每日多半用处欠少什么 六道神光未成见些 这都是讲的日常生活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用的 你就长智慧了 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呢 不要再用第六识 第七识 我们要用什么呢 要用信德 信德在哪里 眼能见 耳能听 鼻能嗅 舌能长 声能觉 第六识 念念我们都清楚 我们都知道 这就叫什么 六道神光 它起的作用呢 没有见心 没有间断 前念灭了 后念旧生 佛如是 我们也如是 我们跟佛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就在于迷雾不同 佛六道神光 绝而不离 我们六道神光是 迷而不觉 不知道 觉悟的人没有任何念头 他眼见色 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起心动念 耳听声音呢 听得明明了点 也没有起心动念 迷惑的人 他不但有起心动念 还有什么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啊 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不能够再迷了 不迷 你就成佛了 下面就总结嘛 可见众生之日用于境界 均超情离间 不可思议也 其实佛不可思议 我们众生怎么样 也不可思议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真正体会到了 肯定了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中国老祖宗也讲嘛 人之初 性本善 在大学里面 也提到这样的话 明明德 清明 止于至善 其实儒家讲的话 有很多跟佛法所讲的 意思都一样 可惜我们现在怎么样 对于明德不知道 明德在起作用 那跟佛菩萨就没什么两样了 诸佛菩萨明德起作用 他绝 我们现在呢 麻烦在于 不知道 不清楚 不会用 所以这个中文大德 常常考验他的徒弟嘛 会吗 你会 你就成佛了 你不会呢 那还是凡夫 所以这个学佛啊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把事实越高越清楚 越清楚 您放下来就越快 就放下越多 智慧福德呢 也就会越来越增长 不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错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欲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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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